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 武华大学副教授郭正亮 大平安 推移中将率化名 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是黄埔建军 99周年校庆快乐 好 我们紧接着等一下也会来讨论 很多军事话题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侯友宜现在 大谈两岸 他说要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准 来重启两岸的沟通 他说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危机 是政府不愿意和对岸沟通 那未来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会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 来重启跟对岸的事务性的 一些对话沟通和合作 降低两岸的紧张情势 他还提到 这个台湾有事 世界必定有事 这一番话感觉很像 这个日本啊 美国啊 常常在讲 怎么侯友宜也跟着讲 他说两岸不能像现在执政党 八年不对话 这对台湾非常的危险 而且不要老是讲意识形态 要台湾共好 台湾要一起好 我们想说又来了 这个HoHo GPT 这个被民进党在那边讲说 你怎么一直在讲同样的话呢 所以我们也搜寻了一下台湾共好 那出现了这个两万七千九百则结果 就是是不是已经用太多了 用到民众都已经听得觉得 怎么又是同样的话语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讲过几次 6月9号的时候 这个基北北淘 一千两百块的这个定期票 然后他当时也是想说 跨区合作台湾共好 连这样子的月票都要讲台湾共好 然后台北八线市的这个合作宣言 他也说这个北台好台湾就共好 两岸的态度呢 他也说台湾两岸共好 世界就会好 所以两岸共好真的很常讲到 就没有太过具体的 这个比较细致的讲法 之前柯直恩有提过 就说你应该要讲得更细致一点 在两岸的议题上面 这样大家才知道你的立场嘛 但是民进党呢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不断在抹红 因为马英九基金会要邀请 这个陆生访台 然后他们在讲说 这个是高档的旅游团 平均每个人是13.5万元 高档旅游团 九天八夜来台湾 那萧续成非常的生气 他是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发言人嘛 那他也讲到说 这个民进党一下指控陆生来台是同战 一下子又说这个是来台湾旅游 那到底是同战还是旅游呢 民进党不要为了抹红而抹红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陆委会 到底准或不准呢 因为这个陆委会现在讲法就说 会依照既定程序 但是陆委会不是主管机关 没有办法回答 那可是这个事情 如果说这个争议那么大 其实马英九也是这个促进两岸的交流 那为什么现在侯友宜不趁这个机会 赶快帮马英九发声 那明明很多的问题 或很多的这个议题跟立场上面 这个国民党其实是主场优势 可是侯友宜都选择好像在旁边观看 比方说像惊吓大桥 过去也是国民党所主张的 你看像柯文哲就拿去讲啦 讲说干好之后金门人出国 去到这个中国详安这个国际机场 这更加的方便 那为什么这个侯友宜 你不也讲一下这个惊吓大桥 明明以前是国民党提的 再来现在要重启服貌货帽的谈判 柯屁还呛民进党说 两岸监督条例在哪 以前他也是反对这个服貌的 现在他端过去说 可是现在侯友宜反倒对于这个 服貌货帽也没有在讲话 所以是不是使得这些议题 支持的人统统把票转向去柯文哲了呢 这是一个警讯 再来现在中美 目前看起来有一些和缓的迹象 因为美国想要去访问中国大陆访华 布林肯访华 所以现在难道台湾变成 这卡在中间的角色很尴尬 因为布林肯要访华 那我们看到外交部长 我们与美保持这个联系 会随时掌握 讲到好像一副那种 布林肯要许还会跟台湾报备一样 那这讲法人家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过重要 美国会理你吗 因为像之前G20的时候 那拜习会议可能会谈 那时候外交部同样也是回答我们 与美密切联络 他们会跟我们汇报 同样都是用这种语气 美国何时还要需要跟台湾汇报 还是外交部真的连发言都搞不太清楚状况呢 那再来我们看看 美国的前副国安顾问 三度访台 然后讲说现在贺族比起战争更有效 那还呼吁我们要采用一些武器 哪一类的武器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讲说以乌克兰为台湾提示 提供了这个启示 贺族远比这个战争更加有效 那分享一个公式叫做能力乘以决心 能力呢就是包含可负担 用于不对称作战的导弹 就是说要跟美国买导弹 那决心呢就是我们必死的决心 我们台湾人要上战场 我们要有勇气信心 还有这个战斗意识 所以讲了半天 什么好处都是美国啊 我们一方面帮你这样子 去牵制中国大陆 我们要必死决心 然后呢我们还要跟你买武器 那你没事嘛 你不是就在旁边数钞票嘛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黑白集 讲到说如果赖清德也以美 因为秘利讲说 现在此刻已经是复杂的多级世界 那布林肯也不愿意随着 这个鹰派的调子来执行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一个执意东行的背后 其实是美国枯竭的国库 所以他不得不赶紧去 中国大陆访问 那再来孙小雅 他现在也表态说 乐见两岸的对话 其实都泄露出来 现在华府此刻的心机 那但是呢我们的陆委会 却是连陆生都懒得交流 仿佛这个抗中的大野影 这个还过不足 还继续在抗中 所以季辛吉就提醒大家 就说现在台海可能爆发军事问题 美中的关系必须要走向改变 因为现在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 那我们还是得要透过对话来降温 那不能这样子一直挑起 这样子一个冲突对立 断绝这个沟通往来 那这是台湾民众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战争就在眼前了 我们来问一下两个怎么看 这个博明是川普总统 这个美中在博弈的时候 最重要的设计师 所以他对美国的国安的运作 是非常熟悉的 那事实上他应该提出两个具体问题 不用讲这种咬文嚼字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武器 是不是可以准时交付 买了一堆武器你不准时交付 F-16V你2025才给 这算什么 对不对 还有鱼叉飞弹等等 第二个他要说 要凸显决心跟勇气 对不对 他应该问一下 请问民进党的党工职的小孩 有几个人是练军校好不好 这样就是先 你先做榜样 博弈应该这样跟蔡英文讲才对 很多还是美国人 说你那个不分区 可不可以提三个 陆海空军各一个好不好 对不对 民进党如果这样做 军人当不分区 然后很多小孩都是练军校 当职业军人 事实上美国很多精英都是这样 然后放弃美国籍 很多民进党 这个是一定的 民进党怎么可能去搞美国籍 不是 我说那些其他的 就是有美国籍的也全面放弃 就是你要表现决心 你政党先表现 对不对 你下一天到晚再讲 备战才能避战 那请问备战有几个是 民进党的精英吗 你告诉我们 我跟你讲 英国跟美国 人家之所以能够 陆续成为世界霸权 就是因为他的精英 最重视的就是从军的履历 你看美国有几个总统 有从军的履历 很多都当了两年到三年的军人 你民进党有重视这个吗 你联金改革还砍军人的联金 拜托 所以我说这个博明才要去问 蔡英文这些问题 我的意思说你问问题要问到具体上 那这个就跟侯友宜有点关系了 就你刚刚讲了说侯友宜 因为你一定要针对具体的 人家有感受的问题做回应 那自动那个票就会回流 比如说现在马英九正卡在 大陆大学生要来访的问题 就卡住了 那马英九求见邱赖山 邱赖山还不见 然后陆续会还跟马英九基金会说 我们不是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是谁 主管机关就是国安会吧 是吧 那国安会真的可以主管这个吗 这个陆续会就可以决定了 那侯友宜这个议题 为什么他都不跳出来 你如果这个时候跳出来 其实没有成功 那支持马英九的人也会觉得 感念在心 对 实际上很多议题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举例 柯文哲去金门 他就直接在金门县长跟陈玉珍的面前 说他支持金夏大桥 这个侯友宜早就可以运作了 你为什么不表态 这是国民党的立委 对不对 太多了 我觉得这类议题太多了 柯文哲就说 他如果当选总统 服贸议题要重启 然后要问蔡英文说两岸监督条例 目前已经做到哪里了 就是他会去丢这种具体的问题 支持服贸的人就会看到 柯文哲丢这个议题 这个老百姓坦白说选举 不是听文言文的 都是听白话文 而且都是听跟他有感觉的议题 你跟我说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跟大陆重启协商 这个不用吧 夏立言就已经去了 夏立言现在去海峡论坛 去那个前一阵子还去了 见了宋涛 见到王沪宁 那你只要直接讲 你支持不支持夏立言 这样的行为就好了 你扯那么多干嘛 对不对 那支持夏立言的 一定也有很多是深蓝的选民 所以我的意思说是很多议题 你用这种抽象的论述方式 事实上上大家是没有感觉的 那这个就是他要去 反省他的说话表达的方式 好 将军 帅将军 对 我们当然也很关心这个选情 但这侯友现在的这些作为 实在很不乐观 你看这个我听到的很多就是 连深蓝的都不想投票 这是隐形的 那显形的那些什么 韩粉 歌粉 麻粉 你有没有去把它团结弄起来 最重要的就是两岸论述 你讲的还是不痛不痒 柯P为什么能够吸引年轻人 你知道吧 他讲话比较直白 对 对不对 他有一阵子搞得民调也高起来 最近又有点什么 大家一看他做了跟 谢长廷两个穿的日本和服的那一高 很多票又跑掉了 所以侯友谊啊 你要把你路线讲清楚 前面你已经过了很多年的 寒寒混混的 看起来又不像国民党 对不对 那你现在讲 这个夏令元去 是你国民党的吧 你应该公开支持啊 马云九争取两岸交流 你就公开 这是行动嘛 不是什么 好好讲两句 好好讲两句有什么用 对不对 谁不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蓝营的都会依据中华民宪法 所以你要讲一些比较实在的 要不然我看这个选举 我们真的是很悲观 柯文哲缺掉一大堆年轻的票 你自己的基本盘里面 深蓝的 韩粉的 歌粉的 你还有什么剩下 曝章今天又来跟国民党党部里面 又有点矛盾 那你是置气于国民党 那怎么去帮你忙 所以大家 现在天下的共识是让民进党下架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就被这些人糟蹋了 真的 所以我不晓得他的竞选团队 能不能训练他一下 一个政治人物 你已经很晚了 很早你就应该表现是 你是国民党的中间干部 谁选举我都去站台 才像一个国民党里面 热衷党务的人 那你现在不热衷党务 这个时候回过来 人家支持你 人家也可以说 我在台中好好做事情 这个问题时间不多了 所以现在另外一种声音说 要换一起换了 从你那个党的老板一起换 就算了 这样搞下去这是很输的 现在还有一些挺郭的人 是讲说是不是重新初选 对啊 你没收掉初选 他是不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所有的名义 除了你限制的党员投票以外 我们很多叫做失联党员 这是很大一股 国民党从当年这么昌盛的一个政党 到现在落了几万票 对不对 还有人头党呢 所以你要把浅蓝的深蓝的 所有的意见都能整合在一起 第三个赖金德 你们听到美国人那种烧火 你当过兵没有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军队能不能打 什么要嚇阻人家 你拿什么东西嚇阻人家 你那个必死的决心 你问我们今天街头老不信 要不要给你去当炮灰 所以这都是扯淡 好 张将军 我认为美国人他讲的 这个贺主比战争重要 前面是对的 后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贺主是要靠实力 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光讲贺主没有这个实力 你再讲贺主那是空话 所以他认为是实力 那实力的话他就强调的是 是这个能力跟决心 我们的人力在哪里 我们的决心在什么地方 是为何而战 为中华民国而战 还是为台独而战 问军人很清楚 是为中华民国 那你搞台独那一道 那你说军队会为台独而战 你去问问看 军队一定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这非常清楚的 那在这一方面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 这个军人这一方面 我认为这个 他的训练 他的教育 训练的这个炸不炸死 教育的测不测底 我认为都是问题 那个偏偏的执政党 他没有去面对解决问题 你看去年4,066个保掉了 不愿意了 因为现在退场 退场就不干 离开了 那么大了 我们才一年才遭一万事 4,000多个就离开了 还没战还没打 那仗要打仗的话 不是4,000个 是4万个离开了 都有这种可能 我们有很多事情 大家过度乐观 过度乐观 就有一点点就是 我们讲自我催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以为天下无事 其实就是这个冰者 国之大事 死身之地 非常重要 但是都没有去面对 直吹牛 外国被我们担心 我认为他是讲的 贺主比战争当然是重要 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新防 我们现在没有新防 感觉到也没有全民国防 只有军人国防 很清楚 好像打仗军人的事情 大家好像漠不关心 会有这个状况 我认为这个状况是危机 但是大家视而不见 你在哪里 我认为新防比国防重要 买那么多的武器弹药 那是没有用的 新防新要有 我就是要跟你必死一战 抱了必死的决心 必胜的决心 跟你拼了 我认为这个重要 那你给他好的武器就可以 没有 没有 这跑掉了怎么可以 仗还没打都退场跑掉了 离开了 招募也不理想 招生也不理想 那你这样怎么样 这军队是怎么样 我认为先不要去考虑 买那么多的武器 什么装备 先把军事的教育 军人的训练好好来做 这个才是物本之道 不是买了好多 结果是好看的 没有用 经过十年 二十年报废了 没有用 有些还没到 对 重要是人 你要有训练 要给他这些 你要有全民国防 你才有战力 然后是不是有没有 全民兵役 你飞复到 从四个月飞复到一年 你看大家的负 都是负贫的多 不愿意 怎么变成一年了 年轻人都不叫好 那你这个关销是有问题 那你更不要是全民皆兵 那是差太远了 像以色列这个全民皆兵的 我们差太多了 我们都去看看以色列 对 我认为这个很多东西 这个政府都视而不见 没有去做 只会讲冠冕堂皇的话 却没有很具体力行的去干 去决心 去改革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 其实博明就有提到 就是说以色列也是不分 男女服务这个义务兵役 可以给予台湾一些启发 也是说我们女生也要一起去 这美国一直在跟我们下指导器 我插一句话 这个是空军副总设定 推下来的 我问一下 F66架F16V 你飞行员在哪里 对 缺飞行员 一次能交几架 从25 两架 三架 两架 交到哪一年 对 对不对 训练飞行员来得及吗 你问他换个装 国家以前换一个装 花多少时间 所以这就不要 你看美国人的作为 我是怀疑美国人把台湾卖掉了 要干嘛 下了订单 给了钱的东西都不给呢 你还叫我们去贺人 你拿谁下啊 你画个符啊 你道士念个经啊 就把人家给吓走了 议和团又来了 就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务实的东西 你有种台独也可以啊 你能号召出独立的这个 台湾共和军来啊 你没有那个本事嘛 借壳 倒霉的是这些现役员的军人 这些现役员不干嘛 招来了就退嘛 军校考试没什么人嘛 对 数值要降低嘛 你拿什么东西喝酒 你连我自己老百姓都吓不住 按照网线的公报 9年增加19位飞行员 F-16 我们讲F-16 你换架一年只增加两位 那你 你66架飞机 一共有76个座舱 因为有10架是双座 那你这样 76座舱需要105个飞行员 你要50年才办不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这可惜